每年一到元宵节前夕清水紫云岩都会举办观音杯花灯比赛 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 今年共吸引超过200多位的高中生、国中小学生跟社会人士热情的报名参加 大家发挥创意巧思,利用各种的环保素材 创作出了琳琅满目的猴年应景花灯 挂满了庙内的每个角落 也吸引许多民众驻足欣赏 走进庙里映入眼帘的却是各种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猴年造型花灯 不论是闪闪发光的孙悟空花灯 还是打扮成财神爷造型的福气猴 全都布满庙内的各个角落 也让原本树木的庙宇增添不少欢乐的过节气氛 等于云小姐快到了 那带小朋友来这看花灯 小朋友感觉到非常的新奇 而且很开心的 从外面进来就一直看各种造型不同的花灯 很喜气洋洋 过年的原小姐又很喜气洋洋 又给小孩子看得很讨喜这样子 很热闹 很绕那个气氛 过年气氛 拜这里在这里过年的时候 得到一些新的气象 清水紫云烟所举办的观音杯花灯比赛 至今不但有40多年的历史 也是地方上重要的民俗赛事之一 妙方表示今年供吸引超过200多位的高中生 国中小学生以及社会人士热情报名参加 并且发挥创意巧思 利用废纸 水果泡棉等环保素材 制作出各种应景的猴年花灯 也让大家是惊叹不已 这些很多很漂亮的那个花灯 有泡棉还有那个塑膠那个瓶罐那种的 来做这些花灯 非常的 很不简单 不简单 它的手艺很好 很特别 也很生动 今年是猴年嘛 都做一些花灯的那个猴的东西 这些应景的造型花灯 妙方也会根据作品的创意和环保等项目 评选出各组名次 之后也将展示到农历的2月20号 而元宵节当天广场还会举办财灯明晚会 感受年节的热闹气氛 也欢迎民众有约参与 记者陈伯瀚台中财报报道